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講一個題目 就是錢 通常講錢我可以第一句聲明 我不是什麼理財專家 我不是什麼經濟 我不講股票 我不講樓市 我是講一些很濕碎的事 但是有時候 有些濕碎的事 反而我們是看不到 或者是忘記了 所以濕碎的事 濕碎碎 都幾大件事 尤其是現在的通脹都幾重要 濕碎碎的事 炒了一碟就絕對不濕碎 今天講什麼呢? 因為聖誕節之後 有不少人送東西給我 是送禮物卡 那禮物卡實在很方便 香港以前以前 我做小孩的時候 那些人結婚、生日、擺酒送禮券 銀行就買禮券 當支票 但是 但是 禮物卡就不同 譬如 我收到 有一些 譬如是 你是用蘋果的 那 喂 給你一張禮物卡 你可以用它 Apple Music 也可以 Apple TV 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那 Starbucks 不少時候 我都會去Starbucks 坐一坐 那些人看到 你經常都在Starbucks 就給你一張禮物卡 10元 25元 就給你一張禮物卡 聖誕禮物 不用考慮 他們不用考慮 我來說 也是方便 走到Starbucks 謝謝 就用禮物卡 聖誕節收 這些禮物卡 各個省的例子不同 但是 這裡 就說明 以前 那些禮物卡 你第一次用了之後 就每個月夠錢 有時候 你不用不用 不用得了 這幾個月 就拿到沒有了 喂 沒有了 夠了 你沒有用都夠 現在 起碼這個省就不行 但是 無論如何 我第一個 就是理財的提議 你們不釘 就可以為你們試看 理財我的建議 就是 在一月之前 如果你是有禮物卡的話 麻煩你盡量地用光它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很簡單 我試過有些禮物卡 收起來 收起來 幾年 後來在櫃桶底 找回來的時候 嘩 還有沒有 不知道 走去 Soubees 那些禮物卡 還有營水 多少年前 不知道 哈哈 這真的是無謂 這些錢在櫃桶底 你一輩子都不用 賺那個就是發禮物卡 無論是Apple Soub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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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100%賺光 即是不好了 所以如果你收到它,就快快吹吹就用了它 這個就是等別人,你們起碼賺 人家Sterbucks、麥當勞這些,Sobeysel賺錢 他們應該是,但不要賺到100% 因為你便清洗袋子了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最重要的,我覺得重要的理由 快快吹吹就用了它,尤其是Sobeys 就是因為通貨膨脹 你譬如那張Gift Card,別人送了大禮給你,是100元的 一月的時候你用了它,這樣用 但你不要忘記,現在的通脹是4-5% 即是說,如果你是一月頭用,你可以買100元 如果你等到2024年的12月才用 即是你只可以買到一月時候的9多元 即是買少了東西 即是你對自己不好 你這個通貨膨脹是通貨膨脹 這只是這個掃口問題 即是你現在買了,買了菜好,買了什麼好 現在用了它,起碼通脹 即是你現在好一點,不用等那麼久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Gift Card,快快吹吹用了它,是好事 第二個可以說也是理財的 尤其是我現在跟加拿大的網友說 如果你在加拿大要納稅的 或者有少少積蓄的 如果在加拿大要納稅的,就是免稅的儲存計劃 那個年初投資了它 這個是好處來的 無論我不介紹你投資什麼 總之你扔了下去 你那個TFSA的儲存戶口也好 現在也有幾個%收的 我不知道你的銀行給你多少% 總之有少少利息也好是收的 如果你投資有道,買到什麼可以大賺特賺 那就更好了 早點可以有這些利息收了它 還有收了之後,一直到你拿錢 不用付稅的那些利息 賺到那些什麼股息,什麼都好 是不用付稅的 你長一點不用付稅 什麼時候都好過給稅 這個不是什麼投資顧問 都可以告訴你一個建議 你不聽就不要聽了 我沒有叫你投資什麼 但是這些免稅戶口 你早點放錢進去 就好過遲些放錢進去 這個是好處來的 這個是第二點 就是跟你講錢 第三點 亦都是跟你講錢 就是如果 這個我不知道 香港或者英國的網友 那些網友是否用得著 如果你是正在供房子 仍然在供房子 如果你可以 給多一個月在公錢和貨幣 那個合約來講 你可以年尾、年頭什麼什麼好 你可以給多一點的 即是燒了那本 如果無論你十元、二元、一百元都好 是可以給多一點的那個月 可以將那些錢供了下去 即是滅了本金 即是算息的時候就算少些 尤其是減不減息也好 始終利息高利息低 你都要給利息 如果你的本金是減了些 無論你是一百幾十也好 即是少數怕長計 以後都可以給少些利息 這個是我的建議 你不聽就不要聽了 這個年初可以說是一些可以做的事 即是整年都可以 如果是做得對時間 整年都會受惠 這次就說到這裏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